來的前一個月其實也還沒想好做什麼項目 那剛好遇到那個時候那個季節吧 長沙下雨下的特別厲害 租了一個小房子 衣服怎麼曬也曬不乾 這個時候就把我靈感一下激發了 那是不是可以把我在台灣很常見的 這個洗衣烘衣 蜘蛛洗衣這個模式把它搬過來 那我經過反覆的思考研判 然後結合台灣那邊的一些經驗 我們會在很多全國的青年公寓 醫院的住院部 酒店的大堂 擺放我們的自助掃碼洗衣設備 這些符合現在的生活業態 商業的業態 無人 共享 自助 畫面中正介紹自己創業經歷的80後台青 名叫李楊宇 來自台灣桃園的他曾經從事旅遊行業 負責對接從湖南到台灣的旅遊團隊 這段經歷讓他結識了許多湖南朋友 也對湖南有了初步印象和了解 2017年 出於對大陸市場的看好 選擇轉型創業的李楊宇來到湖南長沙 瞄準生活化賽道 在一所大學附近開了第一家自助洗衣店 為尋求最佳的洗滴效果 他研究出適配的洗衣局轉速 净水量和洗衣配方 並獲得相關專利 同時 洗衣門店提供上門收送服務 洗 烘 碟 一步到位 貼心的服務和清明的價格收獲了顧客的好評 李楊宇介紹 近年來 他在行業內積累了不少經驗 陸續增開了洗衣店 洗鞋店和洗衣工廠 在湖南湘西吉守市 他的洗衣工廠承接了當地50多家酒店 民宿的洗滴訂單 一天清洗約1500間客房的床單被套 提供服務的同時也創造了一些穩定的就業崗位 像我們在吉守本地 裡面請的都是本地的員工 變相的帶動很多那種 比較中老年的就業 像我們有那種返鄉創業的農民工 然後再來就是事業在就業的那種人都特別多 我們25個員工裡面有15個是同一個寨子的 那群夥伴都非常的熱情 反正我只要每次回湘西 就要跟他們喝上兩杯 吃頓飯 覺得特別好 李楊宇告訴記者 在大陸生活創業期間 他發現這裡整體消費水平升級 消費體驗感增強 沿海與內地差距逐漸變小 他常鼓勵台青多來大陸了解嘗試 推薦將內陸省份作為創業發展的優選 因為對於台灣的年輕人來講吧 祖國大陸這麼大 我到哪一個城市創業都可以 甚至多數人都可能會選擇廈門 感覺離台灣更近嘛 但事實上很多內陸省份或中南各地各個省份 我覺得也都是蠻好的選擇 基本上你想要的物質生活 精神生活或休閒生活 出行旅遊都可以被滿足 只要你有認真努力工作 認真掙錢 基本上都可以成就你自己的那一份中國夢 在李楊宇看來 大陸創業的最大魅力是市場無限大 只要找準賽道 腳踏實地 未來就有無限可能 他透露 之後自助洗衣店 將與咖啡店 便利店等場所結合 開發更多適應年輕人消費習慣的洗衣新場景